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各族穆斯林都是勤劳勇敢 富有智慧和创造力的人民 他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不仅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的科技成就 而且还亲自参与到祖国科技的创造当中 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独特杰出的贡献 上一节课咱们介绍了四个方面 那么这一节课咱们接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所做出的科学成就 一 建筑技术上的成就 接着上一课的话就是第五项 中国各民族穆斯林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经过辛勤劳动用智慧和汗水在祖国大地上留下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建筑景观 在这景观中凝聚着广大穆斯林在建筑技术上的辉煌成就 在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建筑技术道德反映在清真寺的建造中 早在唐宋时期 中国穆斯林先民就开始在广州建造了怀胜寺 泉州建造了清静寺 杭州建造了凤凰寺 扬州建造了仙赫寺 这些建筑都采取了砖石结构 表明在建筑技术上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式的土木结构建筑 对我国后来的建筑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元时期 随着穆斯林人口增多 广大穆斯林在各地的广泛分布 建筑技术在各种城市建筑和民用建筑上明显的表现出来 并在元代产生了伊黑第二丁这样的杰出建筑学家 伊黑第二丁原为西域人 他曾领导修建过玉花岛 今天的北海公园的前身 修建过不少的宫殿 表现出了出色的组织管理水平 高超的建筑技术素质 他后来奉命主持修建元朝大都城 带领各民族同胞精心测量勘探 既吸取国外先进的建筑技术 又充分尊重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并有机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和地形地貌特点 设计建造了中国特色和世界建筑先进水平相融合的元朝都城 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艺术和当时建筑技术的辉煌结晶 被后备建筑大师誉为 柔和了不少与外的建筑技巧和建筑风格 是历史留下来的杰作 封建社会的精华 它完整的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 这不仅是对中国建筑文化和技术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同时也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成功范例 新疆地区的中国穆斯林在建筑方面也有十分明显的成就 唐宋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 随着穆斯林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 广大穆斯林处在清真寺建筑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外 在房屋建筑上亦有了很大的改观 他们既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方式 又不断吸取阿拉伯伊斯兰建筑技术 形成了独特的房屋建筑风格 维吾尔族的房屋为方形 开天窗 屋顶为平顶 墙上开壁笼 壁笼还构成各种集合图案 一般都要在墙上挂壁坛和石膏雕饰 有些大型的宫殿建筑有穹拱有蜿月 还用葱绿色的玻璃砖贴面 中间砸有黄的和蓝的瓷砖 瓷砖还会有各种图案和花纹 上面写有波斯或阿拉伯文的古代景具 哈萨克穆斯林由于生活方式的影响 在房屋建筑上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他们冬天一般会住在平顶的土房中 春夏秋住在毡房里 毡房采用穹龙形式 在建筑上因地制宜 用当地现有的红柳木做成房墙和房顶 围墙是用几几草编成的墙篱 屋顶和墙四周用毛毡覆盖 毡房内壁由木栏、草席、毡子三部分构成 草席编织时用红绿毛绒编成各种图案 有的富裕人家房顶还用红色和彩色图案做以装饰 屋内摆设极为讲究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 其他民族如克尔克兹、塔塔尔等民族的穆斯林 也多著绽放 装饰、陈设、建筑、风格都与维吾尔 哈萨克族有类似之外 反映了穆斯林高超的建筑艺术、技巧和风格 第六就是兵器制造方面的成就 中国穆斯林在兵器制造方面也有显著的成就 这突出的表现在造炮技术 在元代初期 阿劳瓦丁和伊斯马因将伊斯兰国家的造炮机器和技术引进国内 领导研制了一种用机械发尸的炮 这种炮在猛军发送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从而使回徽炮名扬天下 据元朝史料记载 元朝因回徽炮所取得的成就 及技艺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回徽炮首总管府和都元帅府 招收军将并在河南、北京、南京、江南等地教习炮发 据一些地方志记载 元朝史回徽炮首军将数目极为可观 规模庞大 回祖穆斯林以精湛的制造技术和成就 为元朝时期中国兵器事业的发展 注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 随着火药武器的出现 明朝时中国穆斯林兵器工匠不断吸收新的技术 和材料改进兵器制造技术 到明朝末年 回祖穆斯林已经实现了从石炮向火炮的转换 他们制造的火炮战车等兵器技术精良威力强大 有力的促进了中国兵器制造的技术发展 在近现代史上 中国穆斯林继续发扬兵器制造方面的优良传统 从当时旧王 从当时旧王图存反抗帝国主义的中国国情出发 发展兵器制造工业 涌现出了丁贡臣刘庆恩等爱国兵器制造家 丁贡臣历经鸦片战争 深刻感受到振兴军事工业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意义 在林则徐等爱国人士的影响下 他气商从事兵器研究 编著了《眼炮图说》《眼炮图说》后编 《增补泽克路》《西洋军人图编》等军事著作 并亲自领导驻炮四十门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兵器制造专家 四川回族人士刘庆恩 是又一位中国著名的兵器制造家 我国现代兵工学的开创者 早年他曾参加过刘永福领导的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 他还曾参加辛亥革命 并受孙中山先生的派遣 到德国学习制炮用炮技术 回国后他潜心领导兵器研究工作 终于在1915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 后来还制成大炮等多种新式武器 为祖国兵器工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是有关在中国穆斯林在兵器方面做出的贡献 下面第七项是在旷野陶瓷方面的成就 中国穆斯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中 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 还兼营手工业 炼矿业和商业 据原始有关记载 元代的回族除士兵和围观者外 还有许多工匠 工匠中有民匠和军匠 军匠专门制造武器 工匠主要从事炼矿业 有据原始百官制记载 驻色母人匠总管府 义政三品 掌管百公之记忆 原时代回族降户的后裔 很多从事家传的手工行业 其中从事炼矿业的家族降户数量众多 据碑技家谱和实地考察 许多回族的祖辈就从事开矿和冶金业 明代回族炼矿技术已有很大的改善 炼矿业也发展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 众多的回族匠人在云南开采冶炼金银 还出现了珠宝石开采冶炼 据名史《石货制》记载 宝石珠玉多出自云南 回族人多亿是其地 所产宝石 汉书无用劳传成为光荣 通点成为红柱 在陶宗仪的利庚路中被称为毁毁石 由于回族匠人在采矿业方面的成就 在当时社会上有无矿不回之美誉 回族工匠在采矿 选矿冶炼以及铸造锻造锻造方面 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艺过程 清朝时期回族炼矿业 在技术规模文献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特别在银、铜、锡业方面已有相当大的规模 据领先地位 还形成了一些回回野链村寨 回云南回族的野矿业更是蓬勃发展 成为云南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支柱产业 回族野矿业在这个时期不仅生产量大 而且在商业投资、经营管理和矿野技术方面都有极大的发展 形成了大批懂技术、善管理的半矿野链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还形成了一些有野矿特色的工厂 回族工匠在野链方面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陶瓷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 曾在唐宋达到鼎盛时期 明代陶瓷是继唐宋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其裱花、旗红、武才、斗才等在当时都是文明于世的名词 其制造工艺达到了陶瓷艺术的顶点 明代陶瓷工艺之所以能达到精美绝润的境地取得辉煌成就 与明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 陶瓷之路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 特别是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更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中国和伊斯兰教文化交流是与回族穆斯林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附统先生在中国回族史艺术中指出 明代艺术品以陶瓷同气为罪注 而回教促成此种上品之力量优多 说明在明朝陶瓷业的发展中 中国穆斯林所起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引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陶瓷色料 史样装饰和工艺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陶瓷工艺 在世界陶瓷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阿拉伯人在世界上很早掌握了陶瓷上采上游的技术 后来又将波斯人烧制五色流离的技巧加以改进 在世界上开拓了采瓷加工法 取代了传统的镶嵌系工 此后他们还发明了青花瓷 这些工艺先后被穆斯林先民带到了中国 到了明代 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 中国穆斯林进一步引进了伊斯兰苏玛黎清、回清、棋红料等色料 以及伊斯兰瓷器的试样造型 如鲍月瓶、长径方口折虎、天球瓶、八角竹台、长径水冠、昂中式碗等 此外还引进了华丽的集合、植物图形和书法等 带有浓郁伊斯兰色彩的图案装饰 二是穆斯林在瓷器贸易出口中的突出作用 明代瓷器贸易额与以前各朝相比都极为发达 因这一时期 瓷器出口的对象主要是亚非广大的伊斯兰地区 因此回族穆斯林在输出贸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远征贸易中 有众多的穆斯林担任要职 郑和船队主要以瓷器与许多国家进行交易 这充分说明穆斯林在当时瓷器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同时在明代瓷器输出贸易中和民间交往中 由于贸易输出国特殊的宗教远远 广大穆斯林也成了民间瓷器贸易的主体 据朱培出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一书的记载 从16世纪到19世纪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被中国的回教徒商人所垄断 当时不少的中国回教商人来到阿拉伯国家 他们势力强大而且拥有一定的权力 在阿拉伯国家的宫殿里可以自由的出路 接受国王委派他们在中国购买瓷器和珍宝的任务 中国的回教徒商人们和阿拉伯国家的人们 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宗教 因此当这些国家的国王和商人们委托他们在中国出口瓷器上 明写阿拉伯文作为纪念 也就比欧洲国家要求明写英文等外文字母方便多了 这些的作用 名词大量输往伊斯兰地区 得到了那里上至国王 下至王公贵族 以及一般平民百姓的喜欢 他们对名词的偏爱和需要 又形成了名词外销的大市场 从而也促进了中国陶瓷工艺的进一步提高 而这一地区大批的陶瓷订货 使得具有典型伊斯兰文化色彩的阿拉伯 波斯陶瓷式样文士及风格 引入了名词的制造工艺中 因而使明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 这正是中国穆斯林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这正是中国穆斯林所起重要作用的结果 是中国穆斯林对中国陶瓷的杰出贡献 这以上这些就是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一下 中国穆斯林在各个领域 在各个方面主要对咱们中国所起到的作用 以及他们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 这一节课咱们就学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